慶祝我們的一周年 今天是我們家王四周年 對 對 你知道有倒數今天是這種APP嗎 我真的不知道 妳有在用 好 對不起 我不是故意忘記的 我沒有在用 只是我會記 我會想再過三天 就是我們的四年 那為什麼不說 這會是我們在一起的 第一千四百五十七天 為什麼是一千四百五十七 三百六十五乘四減三 好 算了啦 那不是重點啦 重點是 我們不是想到 過了昨天一覺起來之後 我們在一起的日子 又多了一天 很會講 妳早上起床的時候 一定不是這樣想 妳不覺得倒數的感覺很浪漫嗎 算了啦 妳不重視 這不代表不重視好嗎 妳知道嗎 在一段感情裡面 通常愛得比較多的那一個人 都是先低頭的 妳就吵架 哪來聽來的歪理 再說常常蠟不笑臉的人 是誰 拜託小姐 每一次先低頭都是我好嗎 每一次 明明就是我低頭的次數比較多 妳看吧 人的記憶就是不可靠 除非妳像我用記的 記紀念日一樣 少來 最好連這個妳都有記 我跟妳講 人只會記自己想記的 然後再加油添醋 對啦 很會扯 就只會講道理 不會講天天蜜語 好 看這隻貓在吃飯 現在是要不走哪點嗎 妳還不知道 有時候真的討厭妳這樣 在一起久了就老存在在 舞動於中的樣子 四周年都不會表示一下 在一起的每一天 都很值得紀念 而且就是因為老夫老吃了 所以一點過生活不是很好 好啊 實際的話 那我去找一個比妳帥 又比妳有錢 還會愛我的人在一起好 跟你說啦 上萬的東西 只要我對她沒有感覺 那就是沒價值 我覺得她有價值 那才是壯品好不好 那就是妳對我的愛 妳對我的好 所以妳現在心裡 只在想說 在這個前提之下 如果我送妳很貴的東西 妳也要早單全收 對不起 對不起 沒關係 雖然一杯紅茶可能受不了什麼 但是呢 如果兩種加在一起 妳的有我的 我的有妳的 這樣子就有空中的我可以 還差一位 來 靠不到 好像有人 沒有到她這麼穩 一千五百一千 一千四百五十七 妳知道嗎 不管過了多少N個日子以後 只要再喝到這杯 雨漬檸檬冰茶 我就會想起今天以前可愛的妳 敢話一對耶妳 我會想起 妳